最近这两天啊 有很多的这个热心网友啊 疯狂的at我在评论区留言问我啊 你捐款了吗 你帮助河南了吗 你捐了多少钱啊 平时老吹牛逼 现在怎么没声音了 还有的评论说啊 他如果捐了 他早就秀出来了 我想问问 你是我肚子里的灰虫吗 我为什么捐了就一定要秀出来 我就不想蹭这波热度 可以吗 我就不想写公关稿 可以吗 慈善在我的理解当中 如果他不是发自内心的 如果不是你想做的 你就没法持之以恒 经常看我直播人都知道啊 大概断断续续坚持公益 也有十年的时间了 我不是在这标榜 或者吹牛逼说 自己捐过多少钱 帮过多少人 但是我只能够说 我只要是我热衷的 或者我认可的事情上 我从来没有缺席过 但是我做这些事情 并不是为了说 获得别人的认可 我只是为了对了起 我自己的良心 晚上睡觉能够踏实一点 我得知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想到的并不是去捐款 而是想着说 如何能够去采购一些 真正有用的物资 并且如何把这个物资 送到真正有需要帮助 去等着这个物资 去救命的这些人的手上 那有之前的这个武汉 和一些这个汶川的这个经验 我就知道 这个最难的不是物资的采购 最难的是物资的这个运输 和这个分发 所以说如果你不能确保 这些的前提之下 以我的性格 那就是情愿不捐 因为这个东西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我要确保我花的每一分钱 它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一定要真的能够救助到 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呢我就联系了直升机 因为他能够最快的 把这个物资送到真正 最需要他救命的这些人手上 然后我从朋友圈了解到啊 最急缺物资 等着这些物资救命的 并不是那些说这个 汽车能够到达的地方 而是说这个水患严重 汽车根本进不去 交通已经中断的这些地方 这些人断水断电断粮 他们才是真正能够救命的 比如昨天下午我们了解到 在新乡有40多名 智力有缺陷的儿童被困在这个学校 然后呢留守的有10多名老师 还有校长已经被困了很久 他们急缺这个物资去救命 还用这种直升机空投的这个方式啊 把这个每一批物资 确保运送到最需要这批物资 救命的这些人手上 于是呢我们赶紧筹措了物资啊 以直升机空投的方式 对他们进行了这个救援 事后呢也有有关媒体 对这件事情进行了采访啊 但是呢没有提我的名字 我也跟朋友说了这件事情我无所谓 我们做的事情只要能够真正帮助 有需要的人提不提我的名字 我他妈根本不在乎 捐了物资捐没捐钱呢 捐钱这件事情说白了 我是比较随心的 每天我是按照自己微信限额的这个额度啊 进行这个转账 能转多少是多少 但每天随心 醒来以后想起来就开始转啊 转到微信限额为止 导致我这两天买的东西啊 付款啊都提示我说啊 就抄额了 钱虽然不多啊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不会再坚持 人这辈子 别老想着对得起所有人 太累 对得起你自己 对得起你自己的心 这就行了 好了 这件事情我就回忆到这 再见 再见